大家好,我是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本硕博教育中心的密凯,凯文,我们又见面了 那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聊各个高校做的这个专项计划综合评价 以今年我们国家第一次开始实施的强击计划 那什么是强击计划呢 强击计划是我们的国家为了选拔有志于服务于我国战略方向的一些重点专业学科 一般会涉及数学物理,化学,历史,生物,以及古文字,哲学,这样的一些专业的学科 那今天我的重点是要教教大家如何去准备我们这些专项计划的一些这个考核工作 我们的考核一般分三类 那一般是有笔试,面试,有部分学校还会有体测 笔试我相信各位同学经历过了高考的考验 应该是小菜一碟 那笔试之外其实非常重要的就是面试了 今天我也是想和大家聊一聊如何准备这些专项计划的面试 面试官各个学校一般都会从各个学院的自身的教授中选择 他们来自不同的专业 可想而知在面试你们的时候 他们不会问太多专业性的问题 那么今天我总结了一下 他们的问题一般会有两大类和一小类问题 第一大类就是Who are you? 也就是说你是谁? 你是一个怎样的人? 你的综合能力如何? 第二大类问题就是Why earth? 从学校的角度来说 他们想了解为什么你会选择我们的学校 选择我们的专业 那还有一小类问题 我会在两大类问题之后再和大家展开 先聊第一类大类问题就是Who are you? 也就是你是谁? 几乎所有的面试一开始都是从自我介绍开始的 所以说我建议各位同学 一定要准备一段这个金汉短小 但是亮点突出又能引人注目的自我介绍 在这个自我介绍中 一定要把你个人的亮点 你突出的成绩 还有你令人难以忘记的一些经历 在这个陈述中和我们的面试官表达 因为面试官很可能从你的自我介绍中 会展开进一步的提问 而这些提问恰巧就是你所擅长的方面 那第一大类的问题 大多数问题都会来自于 你在申请专项计划时提交的个人的一些资料 所以说一定要对你提交的每一项信息 都熟知于胸 就是不管专家问到哪一方面的问题 你都能把你的这些细节性的东西 进行这个充分的展示和说明 把你的亮点 把你的特长都能展示给我们的面试官 所以说这一方面你一定要做充足的准备 那第二大类问题就是Why Earth 从学校的角度出发 会问你为什么选择我们的学校和我们的专业 那也就意味着你要做什么工作呢 当然你一定要首先对这所学校的历史 对它的人文 对它的校园文化 对它的特色培养都要有非常充分的了解 另外建议你大家也能对这所学校的校训 能够有非常非常清楚的了解和认识 比如说我们复旦大学的校训是什么呢 可以在我们的留言里回答 那第二块就是对这个专业的了解 对你希望申请的专业 你应该了解更多这个专业的 它的知识体系如何 它的培养特色如何 它的培养方向如何 以及它的毕业生的就业是怎样的 在了解了学校和专业的前提下 然后结合你前面所述的 你自己的优势 你自己的特长 你自己的兴趣点 然后找到他们之间的一个契合点 最后给到面试官一个满意的回答 就是你是经过深思熟虑 然后选择了这所学校 选择了这个专业 并且你已经为你的未来 有了一个初步的目标 并且在你的大学过程中 你已经有了一个 非常非常详细的一个计划 这样的一个答案 我相信所有的面试官 都会非常满意的 那最后我要提到的一个小问题 它是什么呢 就是社会热点和社会时事 可能很多同学 已经有一些积累了 回答这些问题 因为在你们过去的 这个繁重的学习过程之外 其实你还注重了很多 这方面的一些信息 但是如果有些同学 平时这方面积累很少 那么从听到我今天的分享的 这一刻起 你就要开始 做细致的积累了 每天要去多看看 这个相关的书 相关的报纸 相关的这个专业的信的网站 去了解现在我们的这个世界 发生了些什么样的事情 光表面上看这些事情 肯定是远远不够的 我建议大家还要更多的去 能够看到这些新闻 这些时事背后的一些评论 一些这个时事点评 并且要带入你自己的思考 因为面试官在问 这些问题的时候 不仅仅是问 这个事情是什么 更多的会问 你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OK 聊完了两大问题和一小类问题 我觉得这个 再给大家两个面试准备的警囊 第一个警囊 就是多练习 因为你把这些问题的答案准备好 是肯定不够的 我建议大家平时有机会 在你的家人和朋友面前 再多做一做这样的 面对面的这样的一个练习 因为在练习的过程中 你才知道 你是否能够很流利的 把你这些问题所表达出来 特别是有些面试 可能还会涉及到 一些英语口语的测试 所以说 英语口语 更是需要你们平时 做很多这样的一个准备和练习 第二个警囊 就是我建议大家 在这个准备面试的这个期间 能够看两本书 两本书 第一本书 我觉得是 可以是你想申请的专业方向 所设计的一些专业性的书籍 因为通过这本书 你可以对你将来 所要学习的专业 以及可能从事的专业方向的一些 这个职业 就业机会 或者行业 有一些更深入的了解 那第二本书 我觉得范围就很广了 可以是一本历史书 可以是一本人物传记书 可以是一本商业管理类的书 也可以是一本艺术人文方面的书 当然同样 读这本书的时候 希望大家不是简单的去读它 而是在读之后 和读的过程中 有更多深入的思考 有自己的一些 深入的一些感受 我相信这两本书很有可能 会为你将来的面试 带来意想不到的意外之喜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那同样 建议大家 在听完我的这个交流分享之后 能够搜索 点赞 并且留言 因为我很想知道 你们对大学生涯 还想了解些什么样的东西 也许我们下一个话题 就会从你的留言 话题里选出来 谢谢大家